出讓渣打馬拉松長跑男子半馬的參賽資格 在拍賣網起標價是馬拉松報名費300元 轉讓人聲稱因雙未能出席所以出售參賽資格 另一位買家就售賣女子半馬的參賽資格 有買家提出以300元直接購買 渣打馬拉松參賽者公然在網上出讓參賽資格 根據大會規定 不論是否涉及金錢交易只要找人代跑或代人參賽 都是違反比賽規則 網上買賣我們一定不鼓勵 這個始終是比賽所有參賽者都經過程序作出註冊 每人都有自己的號碼報有自己的計時晶片 所以我們在賽例不容許轉讓號碼報 或者轉讓參賽資格給其他人 大會其中一個主辦單位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主席關奇說一旦發現以上的情況 買賣雙方都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而且下年都未必有機會再參賽 如果是一般市民 我們亦都會記下他的資料 在未來的年度裏面 我們將他放在某個名單裏面 就不會接受他的報名 他又說以往曾經發現有代跑的情況 不過不難被其他運動員發現向大會舉報 他呼籲參賽者要自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 無論如何就是每個 Usually 我已經陽下恢復住 我才沒有違背